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鱼的存在吗? 据说人类只要吃下人鱼肉就能长生不老 而人鱼胆则可以还魂当人起死回生 它的血和骨灰还有其他神奇作用 虽说人鱼全身是宝 但同时也是致命的毒药 可长生不老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有这么一群海盗就在大海上一直寻找人鱼的下落 他们平日烧杀抢虐无额不作 每日都在刀口上填血 可只要有了人鱼肉 他们就不用害怕受伤 但找了三年却一直没有人鱼的下落 就在某天以阿宁为首的另一支海盗团 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每次涨潮都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阿宁并不觉得稀奇 善良的阿宁每次只会拿走猎物的一成货物 并且从来不会伤能性命 所以他派人将死者路途安葬 可已经确认停止呼吸和身体病痒的男人 却突然从土坑中爬了出来 不明所以的阿宁被吓得不轻 可在得知永泰吃下人鱼肉 真的能长生不老 他顿时看到了希望 父亲或病在床多年 海盗团的大小事物都由他一人打理 虽然能力不错 但其他海盗团根本不将阿宁他们放在眼里 在确认了人鱼肉的真实存在 阿宁与永泰约定好时间 决定一起出海抓捕人鱼 在这之前 两人精团待在一起 关系也变得十分密切 后来两人在外出的时候 遇到一位妩媚的女人杀 他在见到永泰后十分震惊 趁着永泰不注意 拿着发毡就朝着永泰的手掌刺了过去 杀是无恶不作的海盗团首领的女人 永泰会在大海中夹死过去 就是被杀蛊惑去寻找人鱼 在听说永泰是复活过来的 杀就想确认永泰是否吃了人鱼肉才能复活 不过看到永泰手掌的伤口 和他疼得字牙咧嘴的表情 他一时间也无法确定永泰是否吃了人鱼肉 不过只要等到晚上 答案自然就能揭晓 在夜深人静之时 杀进来拜访永泰 在看到他手臂上的伤口已经恢复如初后 他十分肯定永泰 就是服用人鱼肉可以长生不老的人类 虽然永泰已经获得长生不老的能力 但活太久的他见证过太多生死离别 死亡到底是什么 生命又是什么 对于死亡每一个人都害怕 但如果能永远不死 或许比直面死亡还要可怕 因为活着的人 必须承担所有死去的人的痛苦 所以永泰想要再找到人鱼 问出如何解除长生不老的诅咒 永泰真的不知道人鱼在哪里 但沙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 在确认永泰吃了人鱼肉后 他知道自己威胁不了永泰 所以竟当着永泰的面 杀了阿玲的父亲 这一幕让阿玲失去了理智 他没有肃肃犹豫地杀了啥 可即便大仇得报 也改变不了父亲将死的事实 阿玲着急地冲出去 想要立刻找到人鱼肉来救我父亲 不顾一线闯入了传说中的漩涡 竟真的在这里遇到了一条人鱼 永泰利用自己不老不死的能力 成功抓到了人鱼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无恶不足的海盗团 竟跟在他们身后 左手渔翁之力 杀不仅怂恿永泰一人去寻找人鱼 就连海盗团的光头首领都被他蛊惑 在三年前 他被迫成为首领的女人时 其实就已经怀有身孕 杀也不是人类 而是所有人们们已求了人鱼 由于人鱼怀孕的特殊性 杀需要食用人鱼肉 提供营养给胎内的孩子 所以才不断怂恿来人们 替他寻找人鱼肉 现在人鱼已经找到了 永泰也已经没了作用 于是首领命令将永泰 丢到海里为鲨鱼 吃了人鱼肉的人 虽说可以长生不死 但如果头额身体被分离 也无法拟天改命 阿灵被首领带回大本营 人鱼也被他们残忍地做成美食 可就在他们庆祝的时候 永泰死而复生地找上门来 首领命令小弟们去取永泰的兽鸡 现场顿时乱成一片 永泰找到机会 给了首领致命一击 可人鱼肉似乎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除了疼痛之外 他竟还有力气做出反击 手家门再也无法忍受 长生不老的诱惑 纷纷朝着人鱼肉扑了过去 可下一秒 有人口吐鲜血 有人发生变异 现场竟无一人 正常地活下来 所有人的体质似乎都与人鱼肉不合 太强的妙药也可能是毒 最后只有首领一人还保持正常 他的伤口也快速恢复 看来首领也获得了长生不老的特殊能力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身强力壮的首领对手 眼看他就要被首领处决 突然首领的身体着陷弱 原来不是他得到了长生不老的能力 而是因为身体强壮 毒素发挥的比较慢 对于这个情况 莎一点都不惊讶 毕竟能像永泰这样幸运的人 千万人中也不一定能出一个 莎坦白了自己利用首领去寻找人鱼肉 这也不能怪他 如果三年前他没有被首领抓来 他根本不需要教唆人类去寻找人鱼 一切都是首领咎由自趣 自己女人怀孕三年却迟迟不生 他对此事竟毫不执情 在得知差的身份以及所有真相后 愤怒的情绪瞬间占据了大脑 即便身体变异 可却能就朝着莎嘴的过去 随着莎走到悬崖越入海中 他怀着三年的人鱼孩子已终于出生 至于首领只能在无尽的愤怒中 被赶来的帮手处决 没有人知道如何让变异的人类恢复 就像永泰也不知道 如何当自己解除长生不老 他并以为再次见到人鱼就能得到答案 可大概就让人鱼自己 似乎都不知道如何解除 永泰也只能不断继续寻找人鱼 将希望寄托在这神秘生物上 永泰在与阿琳的这些时间相处下 也产生了感情 当他们注定无法与普通人一样走在一起 两人只能互促情感而无奈分开 回想起自己在吃人鱼肉之初 还不懂长生不老是一种诅咒而感到庆幸 但看着妻子日渐衰老 知道生死离别 永泰也在心中决定 要找到解除长生不老的办法 不知道过去多久 他打听到一处村子有人鱼的消息 可刚踏进村子不久 他就被一群老婆婆用鱼叉杀死丢入山洞 男儿人鱼肉赋予他的不老不死能力 竟只用半天不到的时间 就将致命伤狗完全恢复 所以他在洞穴里 看到了一趟死去的人鱼 联想之前见到的那些老婆婆 十分警惕 以及他们的长相竟都弄出一辙 这个神秘村子必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永泰思耳不拒 扛着人鱼尸体找到了这群老婆婆 此时他们正在伺候一位叫真鱼的少女 对于永泰的闯路 真鱼感到非常不满 就在老婆婆他们想要再一次杀了永泰时 他竟能挟持真鱼做人质 想要以此换来跟老婆婆一次和谐的谈话 可下一秒 他却发现真鱼脚上被枷锁固定住 来不及多想 他直接背上真鱼开始逃跑 他逃 他追 他没有插翅南飞 永泰最后逃到之前的洞穴躲了起来 从之前的追逐不难看出 老婆婆们根本没有在乎真鱼的生死 在得知从真鱼记事起 他脚上的枷锁就一直存在后 永泰心中的疑惑就越来越深 这时他们在洞穴内看到了变异的人类 这是服用人鱼肉中毒的失败品 虽然也会获得长生不老的能力 但却失去了大部分的励志 只会无差别攻击 永泰在逃离洞穴后思考一番 还是决定要给老婆婆们好好谈一谈 真鱼也想知道为什么婆婆们会想杀了自己 可长时间被枷锁限制 以至于真鱼连战地都无法做到 最终永泰将真鱼留在洞口 独自一人返回村子 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像之前那般奴马 而是公开自己服用人鱼肉的情况 他表示自己只想要变回普通人 为首让老婆婆对永泰的想法嗤之以鼻 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他竟有这般愚蠢的想法 全天下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从井长生不老 如果永泰真厌倦的长生 只要砍掉自己的脑袋 就可以彻底死去 但永泰想要的是像正常人一样老去 而不是简单的死亡 老婆婆并不知道如何解除长生不老 但却告诉永泰所不知道的另一个真相 人类想要吃人鱼肉 可人鱼却也想要吃人类 两只区别在于人鱼想吃的人类 必须是吃过人鱼肉而获得长生不老的人类 人鱼本身是会龙岩衰老 所以它们只能吃下特定的人类来恢复青春 这个村子的女人其实都是人鱼 每隔十年 它们就会到人类的村落去抓一个女婴回来 虽然大部分女婴都无法承受人鱼肉的剧毒 而变异或者死去 但总有一个女婴能顶住人鱼肉的剧毒 真鱼就是这个幸运儿 她同样也是吃下人鱼肉 而获得长生不老的人类 如果永泰没有出现 但最后的结局就是被这群人鱼吃掉 用来恢复青春 永泰知道这些真相后 更不想将真鱼交给他们 可没想到真鱼竟独自一人爬回村子 老婆婆们连忙带走真鱼 准备用来恢复青春 愤怒的永泰再也无法控制情绪 于是拼尽全力从老婆婆们手中抢走真鱼 但永泰也被带有毒液的鱼叉刺串身体 这种毒素会抑制身体的恢复 让永泰死亡 好在真鱼替他稀疏毒素 可逃跑留下的血迹 还是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老婆婆们不想与洞穴内的半鱼发生冲突 于是决定把水门打开 让海水涌入洞穴 他们只需要在唯一的出口等待即可 虽然这么做会毁掉存子 但如果不赶紧吃掉真鱼 他们可能还要再等待数百年的时间 备养下一个女营 在打开水门后 所有人鱼在出口沿阵以待 当永泰和真鱼被海水冲出洞穴后 鱼们都恢复成本体 朝着真鱼扑了过来 只要咬到真鱼的人鱼 就会变成跟他一样的外貌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村子的人 仅都长得一模一样 永泰拼了命地保护真鱼不受到伤害 在持续一段时间的争斗后 所有人鱼都变得安静下来 威瘦的老婆婆流下他痛苦的眼泪 原来人鱼只要恢复本体 在短时间内没有吃到特定人类的血豆 就会恢复人鱼的动物本性 且再也无法变回人类 其实威瘦的老婆婆跟永泰一样 是吃下人鱼豆而长生不老的人类 只可惜当时日他吃下人鱼豆的时候 已经是晚年 所以身躯也只能停留在晚年 但这世上还能农下他这老人的地方 也只有这个人鱼村子 永生的他被人类社会抛弃 为了获得同伴 寻找归属感 他宁可残害无辜少女 宁可与依依依依建立联系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悲伤喜悦 只是麻木地活着 但一直背叛他的也正是这群人鱼 老婆婆没有能力再阻止真鱼和永泰的离开 他想要继续跟这群人鱼待着直到腐朽 如果他也离开 或许也会像永泰一样 陷入对长生不老的迷茫而感到无力 所以他不可以走也不想走 永泰和真鱼在离开这个村子后 任何人生已经充满无趣和迷茫的少年 决定陪着少女继续活下去 男儿关于人鱼的秘密 他们知道的还不够透彻 人鱼全身都是宝 只要你能扛出他的剧毒 无论是血液又或者是器官 都能让人获得奇特的能力 永泰和真鱼在之后就遇到一位服用人鱼血的少女 但眼前这个白发少女却已经七八十岁了 难道人鱼血也能让人获得长生不老的能力吗 看似年轻的他却常年拄着拐杖行动 身体的虚弱十分明显 这与传说中吃下人鱼肉就能长生不老的情况明显不同 喝下人鱼血的他只是拥抱青春 身体内的器官还是随着时间日渐衰落 所以灯和做梦也想要找到人鱼肉 为了得到他可以不择手段 现在目前已知吃下人鱼肉获得长生不老的人 就只有永泰和真鱼 长生不老这种事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一个传说 但灯和他们家族祖先曾捕捉过真正的人鱼 所以他们十分确信人鱼真的存在 在灯和小的时候就患有疾病 于是家族世代守护了人鱼种 便交给了妹妹佐和 这意味着灯和这辈子都无法从家族手中获得人鱼的消息 而他自首也会对人鱼充满无尽向往 全世在15岁那年 妹妹带着一瓶人鱼血让他服用 鱼血的剧毒以致手臂发生了变异 一头乌黑的袖发竟在顷刻之间变成白色 从这之后父亲就将灯和关了禁闭 这一关就是几十年过去 可他的外表却能就停留在服用鱼血时的模样 但体内的器官却还是逐渐衰竭 以至于看似年轻的他却需要依靠拐杖行动 后来灯和父亲去世 他再重新获得自由 但优舌变异后的模样却让他耿耿于怀 他做出无数的尝试 有一名医生司通找来数不成数的少女尸体 通过移植想要恢复手臂的模样 但不管尝试多少次 他的手臂最终都会发生变异 最爱他都有些绝望的时候 却意外碰见了真鱼 因为一场车祸 真鱼被撞得进入假死状态 巧合的是他正好被灯和死通了医生抢救 在确认真鱼死亡后 他带了真鱼的尸体来到灯和家里 在他打算切下右手给灯和移植时 真鱼重新复活 一天蒙逼地看着眼前的人 这情况让灯和他们十分震惊 他们终于见到传说中长生不老的人类 灯和决定要霸占真鱼的身体 这次移植的不再是手臂 而是换头 此言一出 医生和左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知道灯和十分残忍 但都没有想到已经冷血到这一步 左和想要阻止灯和 想要他停下也可以 灯和要求左和说出家族能与总的具体位置 可家族祖训绝不允许左和说出这个秘密 但一看灯和真的想要杀死真鱼 他良心上过意不去 还是交出了人鱼种的位置 一伙人朝着人鱼种出发 这里是家族研究人鱼的据点 其中很多实验都让人唾弃 家族捕捉了人鱼就被关在地牢 还有持下人鱼都发生变异的半人鱼 灯和不敢招惹性情残暴的半人鱼 于是把真鱼扔下地牢 想要利用他长生不老的能力去取下人鱼都 眼看真鱼就要被半人鱼撕咬 关进十个永泰找到了人鱼种 他毫不犹豫地跳下地牢 保护真鱼 在两人合作下成功杀死了半人鱼 灯和也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人鱼肉 但他却没有当场吃下 而是静止地拿着人鱼肉走到左河面前 要他马上吃掉人鱼肉 这个操作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原来灯和对长生不老并没有想法 小时候左河拿着人鱼血给他服用 也不是为了救他 而是想利用灯和测试他 是否能够顶住剧毒而获得重生 双胞胎的他们在理论上 只要有一人能成功 另一个人也能顶住剧毒而活得长生不老 左河在目睹灯和仅是服用人鱼血 就发生变异后 便打消了服用人鱼肉的想法 可他不知道他的自私却毁了灯和的一生 在左河的丈夫和孩子去世后 他还找到被灌在地牢的灯和哭诉 然而这一切 灯和都只是冷眼相看 对于常年来说 左河的遭遇确实不幸 但对于他来说 左河根本没有哭的资格 他已经结了婚 还生了孩子 过着像平常女人一样的生活 从这刻起 他在心中发誓 绝不会让左河就这样简单地老去 他一想看看左河之下的鱼肉 究竟是会发生变异 变成半人鱼 还是被剧毒侵蚀而痛苦死去 亦或者是保留着摔耀的模样 永生下去 在灯和的步步紧逼下 被插穿真相的左河 最终因心脏麻痹去世了 这让灯和无法接受 他烦火烧了人鱼肿 自己也陪着妹妹左河 永远长眠于此 人总是会在互相利用后 却又不得不有一方先学会爱 左河简单地离开了人世 和灯和虽然气氛妹妹的所作所为 却还是因为血脉的共鸣 而愿意与之陪伴 与灯和思通了一生 穷极一生 却还是没有让灯和正眼看过他 两人本来会是一对幸福的夫妻 医生也无数次想从地道带走灯和 但全被灯和拒绝 对于他的所有选择 医生全部给予尊重 在离开人鱼肿后 永泰和真鱼继续他们的旅行 期间真鱼忍不住询问永泰 一个人活着真的那么痛苦吗 永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只是询问如果他不在了 真鱼会怎样 他说会一直找 用一辈子去找 这也让永泰回忆起的过去 遇到了一位小女孩叫阿躁 她是用了鱼肚而复活的可爱少女 但是阿躁想要永远活着 就必须在一定时间内 不断食用其他生物的胆 可以是动物的 也可以是人类的 而且食用的胆 必须是新鲜的 也就是活物 这也造成了许多生物被阿躁残忍杀死 当阿躁第一次遇到 因为吃下的鱼肉 而长生不老的永泰时 就产生了想要吃掉永泰的胆 这样或许自己也能长生不老 不需要再食用活蛋求生 被吓坏的永泰跑了出来 遇到了一位老和尚 从老和尚口中得知 原来阿躁就是老和尚复活的 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到处都还是兵荒马乱 老和尚四足游走 为死者超度 途中遇到一个男人抱着阿躁失故 那模样的老和尚与心不忍 于是便将男人带回寺庙 使用一种名为反魂的秘术 但凡人根本不可能做到 真正的死者复生 于是老和尚拿出寺庙 珍藏了人与胆 配合反魂秘术 竟真的复活了阿躁 但后来发现 人与胆的弊端 仅是需要使用生物活蛋 许多受伤的士兵 都成了阿躁的猎物 老和尚意识到 自己竟复活了一个魔鬼 于是打算将阿躁 重新变回事故时 却已经找不到 真的能短时间把人复活 没有人与胆和足够法力支撑 最终这些人都会重新变回枯骨 也算是变相芯片 这也是阿躁和蓝人为生的把戏 老和尚请求永泰 替他监视七天阿躁 他需要准备七天的时间 才能确保让阿躁 重新变回枯骨 蓝和永泰在这些时间观察 发现阿躁本性不坏 连上了铜针 也并不是伪装的 他跟随蓝人行骗数年 蓝人日渐衰老 可阿躁却依旧年轻 同时阿躁也厌倦 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 等来的脑去 他又该何去何从 于是便产生了 想要跟永泰离开的想法 而他期待未来的这个念头 却让永泰动了恻隐之心 他在心中否定了老和尚所说的 与其当阿躁吃着生蛋 龙龙的活着 倒不如让他朝生成佛 毕竟阿躁不是好好的活着吗 甚至还对未来充满憧憬 老和尚没有权力阻止他活下去 永泰此时没有反应过来 其实他也在私心 毕竟他忘了上百年的时间 也没有遇到一个能永生的人 虽然阿躁需要不断使用活蛋 才能永生 可这变相 却能让永泰找到一份陪伴 所以永泰要带着阿躁逃离 难道他与阿躁的谈话 全被男人听到了 他带着慈祥的微笑 将永泰骗到深山脑林 谁也不可以抢走他的阿躁 男人甚至对永泰的活蛋产生想法 想要用他那长生不老的活蛋做实验 再符合一个像阿躁这样能永生的 完美少女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老和尚已经准备救去 甚至找到了阿躁 他的能永蛋被成功取走 可想到与永泰约定好的未来 他还是冷痛 甩开了老和尚 朝着深山跑去 结果正好看到 男人要取走永泰的活蛋 为了保护永泰 他分钟地破坏了返魂仪式 男人也在这时发现了 阿躁身上的伤口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 抱着阿躁 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接受了彼此的性命 在临死前 阿躁并没有责怪男人 他还是选择理解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自己父亲的男人 永泰的痛苦 看似是永生带来的孤独 实则全是人与人之间衍生的情 人之所以为人 不是因为活着 而是因为情感 老和尚认为阿躁不是真正的人 可自己回想 他拥有正常人所拥有的情感 他比谁都活得更像一个人 人就是因为生命的短暂 所以才会想活得更加精彩 永生或许并不是一种诅咒 只是对永泰来说 500年的时间 他只遇到一个 同样拥有永生的女人 真瑜 而说到情感 其中就不得不细细品味 一个叫小苗的少女 对永泰的感情 身为大小姐的小苗 与永泰一见如故 可是这个年代 女生的婚姻大事 基本都是父母散至决定 小苗已经被父母安排 与一位世家公子 银饿郎订婚 但小苗本能却并不愿意 于是小苗用家族传家宝 人鱼骨灰 在一处山地 种出了一片眼红色的花田 取名为红骨 这里的花受到人鱼骨灰影响 一年四季都不会凋谢 他也想要吃下人鱼肉 而获得长生不老 这样他就可以永远跟永泰待在一起 然而人遇到的剧毒 会要人性命 所以永泰纵使对小苗情感在身 也不愿意让他冒险 长痛不如短痛 永泰在某日决定离开放手 虽然他与婴儿郎的婚姻 或许并不幸福 但起码两人可以一起白头偕老 然而自从永泰离开后 小苗就消失不见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等到永泰再一次见到他时 他的模样竟没有任何变化 可还没等永泰询问 就被人突然袭袭打晕过去 等永泰醒来却见到了连麦的婴儿郎 这一个许多疑问都得到了解释 永泰还是婴儿郎这辈子 都不愿意再见到的男人 在数十年前 婴儿郎利用发传征材 转得盆满钵满 甚至不惜重金 买下红骨附近所有的土地 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找到被小苗藏起来的 人鱼骨灰 传言有一位比丘尼被人杀害 可身上有一战上人鱼骨灰 于是竟死而复生 进行复仇 但人鱼骨灰只能复活躯体 身上的灵魂却无法换回 只能凭借生前的不甘 进行一定范围的行动 因爱深恨的婴儿郎 不甘心自己所爱的女人 竟想着跟别的奶奶私奔 于是残忍地掐死了她 届时只要用人鱼骨灰 复活小苗 没有灵魂的她 就能被自己完全占有 这也算满足了婴儿郎 那病态的爱 可是人鱼骨灰 后来丢失了 所以婴儿郎 才会买下红骨附近 所有的土地 经过缩十年的寻找 才终于找到 男儿人鱼骨灰复活的时间 也并不是永久 小苗的意识 似乎带着强烈执炼 她总是犹豫无意地跑出去 但都被婴儿郎族事给抓回来 直到勇带和鲸鱼的出现 才分散了婴儿郎的主意 小苗带着鲸鱼又一直逃离 超越她大脑中 一直出现的约定之地 那怕死了缩十年 她也不曾忘记 与永泰系列的约定 而这一切都在 婴儿郎的预料之中 她穷极一生 想要占有小苗 可就算是一具 没有灵魂的区隔 她都无法彻底占有 婴儿郎提前赶到鸿骨 见到了小苗 但却被她用石头砸破了头 继续朝着鸿骨跑去 其实永泰压根 就不知道什么约定 还是从小苗曾经的 帮拥口中得知 这一切都是婴儿郎的诡计 是她利用永泰 将小苗骗到了鸿骨 才要后续小苗遇害的事情 得知所有真相的永泰 也抓紧时间赶往鸿骨 可最终还是迟了一步 永泰狼实在无法接受 小苗对永泰的感情 于是用匕首扎在了小苗身上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摇摇晃晃 朝着鸿骨走去 永泰狼彻底懵了 在这一个她才意识到 即便是用人与骨灰复活的小苗 也根本不是她所想的小苗 虽然永泰并没有跟小苗错过约定 但整件事却完全淫塌而起 小苗对她的感情 实在太深了 所以她必须去结束这些因果 现在小苗的精神已经有些错乱 永泰可能会被她伤害到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走向了小苗 将这个深爱自己的女人 涌入怀中 本来金贡的神情 在这一刻突然变得了无情 可能与骨灰带来的复活 也在这一刻结束 小苗又一次倒在了 鸿骨的土地上 因为永生而无法 与索爱的人相伴 这五百年来 永泰做梦都想找到同伴 无尽的孤独 让她一度觉得 永生就是一种折磨 如果能跟索爱之人永远活下去 她或许会觉得永生是一种祝福 正如同她现在找到了一位 同样可以永生的伙伴真鱼 她对长生的抵触 也不在那般强烈 两人继续寻找人鱼的旅途 可很快 他们就遇到了一位 嫉妒病态的小孩 据她自己所说 已经活了八百年 死在她手上的女人 已经数不清了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男孩也是吃了人鱼豆 而长生不老 由于是小时候服用人鱼豆 所以体型一直没有改变 她既不是成人 也不是小孩 因为亲生母亲 逃不过岁月的起立而立世 她憎悟母亲 抛下她一个人离开的人事 从此内心变得扭曲不堪 在这八百年来 她找了许多女人做妈妈 只要遇到她喜欢的女人 就会给对方吃下的鱼豆 但有人承受不了剧毒而死 或变成半能鱼 也有人得到长生不老的能力 可所有女人都无法 像亲生母亲那样对她 于是便被她残忍地处理掉 重新寻找下一个目标 直到现在这个妈妈 让男孩十分满意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换过了 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和永远不会变老的母亲 这样的组合 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让人害怕 所以每三年 他们就得换一次地方居住 不过在两年前 夫人和丈夫遇到一次事故 丈夫当场离世 夫人也身受重伤 男孩奇怪的是 第二天夫人就痊愈出院 周围的邻居都感到非常惊讶 听到这个传闻的永泰 断定夫人也是吃下人鱼豆的幸运儿 于是前去拜访的时候 却看到夫人想要杀死男孩的场面 男孩十分懂得伪装 永远和真鱼完全将他 当成了人除害的小孩 夫人似乎也很有古迹 并不敢说什么 只有夫人知道 眼前这个男孩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恶鬼 既然妈妈想要杀死自己 男孩就要重新再挑选一个妈妈 家里的保姆成了她下一个目标 温柔细腻的保姆姐姐 一直对男孩照顾有加 于是男孩拿出一块鱼豆 让保姆姐姐吃一下 可最终的结局 就是编一层斑鱼 等永远他们赶到的时候 却看到夫人被斑鱼打得重伤 可即便如此 夫人却还想着杀了男孩 真鱼急忙暴走受伤的男孩 而永泰则与半能鱼缠斗 在解决完半能鱼后 永泰才从夫人这边 得知了关于男孩的一切 两年前夫人遇难 也全是男孩的诡计 夫人原本逃离了男孩的魔爪 找了一个爱人 想要结婚过上普通生活 那男孩绝不会放过 他盯上了妈妈 他会解决掉所有爱事的家伙 可这些事 真鱼却浑然不值 果然男孩已经把目标 转向了真鱼 帮母姐姐没有承受出 人鱼肉的剧毒 可真鱼却已经是 吃下人鱼肉而长生的女人 且她的温柔 也正是男孩所想要的 现在阻碍她的 就是永泰这个长生的臭男人 所以男孩一定要杀了永泰 而永泰也想抓紧找到男孩 两人就这样又一次碰面 一个差不多500岁 一个差不多800岁 但永泰一直无法 把眼前的小孩 当成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魔 一直多次被对方算计 搞得浑身似伤 就为男孩要看下永泰头颅时 真鱼却出现 保护了他 但两人最后还是全部 晕倒在地上 可男人却没有对他们再下手 或许是看到真鱼 为了永泰那奋不顾身的模样 每一个吃下人鱼肉 而永生的人 在最后都一定会经历孤独 虽然他嘴上 吐槽真鱼太凶了 实际上 却是想掩盖自己的孤独 他来到妇人面前 试图叫醒他 想要让他再当一段时间妈妈 可妇人已经彻底死去了 男孩放火烧了整个屋子 如果真鱼和永泰还活着 有机会再见 在这个世界上 能永生的人实在太少了 男孩驾车离去 遇到货车也不准备避难 而是说了一句 等复活了 再重新找下一个目标 附近的邻居们都知道 男孩以下遇难的消息 他们都替可怜的保姆姐姐心疼 而永泰和真鱼也幸运地活了下来 他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找到男孩 否则会有越来越多人被他伤害 故事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真鱼才活了十几年 他对永生带来的孤独还不明白 可是见永泰受伤 那他一瞬间慌了神 他才多少明白孤独的含义 再看见永泰复活 他激动地哭了出来 片名《能于之森》 全面对人性进行了很深的探讨 关于永生这个话题 一直以来都是备受争议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悲哀的诅咒 但如果你所爱之人全部都能永生 或许这便是一种祝福 痛 太痛了 最初接触这部作品时 以为是爱情故事 可没想到尽是各种令人沉思的剧情 结果也给观众一种开放式结局 永泰而真语的未来究竟会怎样 是互相陪伴 还是最终依旧选择寻找解除永生的办法 大多数人类都是贪得无厌 永生之前追求长生不老 永生之后却又寻找死亡 唉